hello大家好 我是老高 咱们今天来讲一本非常有名的预言漫画 我看到的未来 我们上次讲印度深透阿南德的时候说 预言到疫情呢 预言家里阿南德是独一份 但是除了预言家领域 漫画领域还有别人预言的 今天我就讲这个漫画 特别厉害 我觉得比阿南德厉害一些 这个漫画的作者叫龙树亮 是一个女性的漫画家 1954年出生 今年已经67岁了 这个龙树亮主要画漫画时期 在1975年到1999年之间 那么他在1999年画完最后一本漫画 就是《我看见的未来》 之后呢就隐退了 但这个人在隐退之后过了12年 也就是2011年的时候 一夜之间爆红了 他的以前没有那么有名 在2011年的时候一下变得特别有名 就是因为《我看见的未来》 这个封面上啊你注意看啊 这个地方 喂 画着2011年3月和人家会有大灾难 这个封面是1996年做呀 就因为这个封面啊 一下子他就火了 当时这个漫画已经绝版了 因为到1990年就没有再出了 所以一本难求 在二手市场上一度被炒到将近20万一本 为什么大家想要这个书呢 不仅仅是因为它精准预言的311大地震 还有就是它这本书总共写15个预言 全都重 全都重 所以大家想知道剩下都是这些什么 先研究研究啊 其实它这15个预言中有10个已经重了 有两个不知道什么意思 三个还没发生 但是由于二手市场这个价钱炒太高 所以啊大家都买不着这个书 结果网上出来一大堆假的 还有人冒充这个作者 还回答网友问题 甚至有一个假的啊 他都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楼树莱就决定不再沉默了 在2021年10月份就去年 通过日本的飞鸟新社出版社 出了我看见的未来完全版 那之前出版的不是完全版 之前出的是到1999年为止 而2021年出的就增加了一些后面的内容 那么这本书一上架 直接就在亚马逊上排名第一了 直到今天仍然排名第一 所以今天我们就得讲一下 这本书里边都讲的一些什么事情 以及这个完整版增加了些什么 首先啊这个书不是小说 它是一本漫画 通常漫画都是连载的 一下好几本一套一套的 它这就一本 这个漫画主任公就叫塔斯基雕 龙树亮 就是作者本人 他上来就说啊 我没有灵异体质 但是我能看见未来 然后漫画的内容呢 就是他跟他朋友说 他以前做过什么样的梦 然后这些梦啊 一个一个都在实现 所以这个漫画实质上 就是龙树亮本人的一个 真实的亲身经历 他是从1976年 也就是22岁的时候呢 开始记录自己的梦 他称他这个梦的记录啊 叫做梦日记 这个是真实的梦日记 他每天记下来 一本一本的啊 他当时写这个东西的目的 并不是说 知道这个是预知梦 而是他是一个漫画作者 他想以梦为灵感 来创作以后的一些作品 所以都记得下来了 没想到后来这梦啊 一个人都实现 而这个我看见的未来啊 就是他这个梦日记的一个整理 整理了15个预知梦 由于他有明确记载 他做梦的时间 以及梦里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 所以就让他这个预知梦 显得更为惊人的精准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 就是这个311大地震 按照他梦的日记啊 这个梦呢 是在1996年3月11日做的 整整15年后 连日子都对上了 发生了这个大地震 不过呢 他在梦里面 只看到了发生的年和月 就是2011年3月份 没有看到日子 他不知道11号会发生 他这个梦他是要做的 具体的地点也是不知道的 那他怎么能在梦里 迟到2011年呢 哎 有显示 但是没有显示是什么地方 没有显示是什么地方 具体的日子没有显示 他这个梦记录啊 都是画 就是把他看到那些画面 画下来的 那画里面就出现了这么个日期 他在梦里还梦到了 自己脸受伤了 他平时是住在哪里 东京吗 他是出生在横滨的 住在哪儿不知道 当时有这么一个场景 他就给记下来了 因为不知道在哪儿 也不知道哪一天 他就写着 大灾难2011年3月 后来他在2006年 又做了同样的梦 面容是一样的 这一次呢 他看到了第一点 是东日本 于是他就追加上一个 东日本 本书什么时候出版了 1999年 那他在他日记里追加 他在日记里追加 这是在2021年版本里知道 那就不准了呀 那2021年的版本 不 是 他后来知道东日本这个事情不准了 所以人家原来那个表屏上也没写东日本嘛 就是2011年的3月份大灾难嘛 对吧 没想到过了5年 这个事情就真的发生了 还真的在东日本 那么除了这个呢 他还有很多的预知梦 比如说他最早的一个预知梦 他在1976年11月份的时候 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边他看电视新闻 看到皇后乐队的主唱 因为得了某种传染病死了 这个主唱呢 叫菲利迪莫丘里 他也不知道这个人什么时候死 他只是看新闻里说他死了 我就把他记下来 注意他这个梦是1976年11月份做的 那么在他这个梦10年之后 1986年的11月28日 他又再次梦到了皇后乐队 他梦到所有的队员都在 只有这个主唱不在 变成了一尊铜像 梦到这么一个场景 他就突然想起来 我好像以前梦到过 这皇后乐队的事 结果又是过了5年 1991年的11月24日 皇后乐队的主唱费雷迪 因为艾滋病引发了肺炎的事 费雷迪的死也正好发生 在他预知梦的15年 他在梦里面总能看到时间啊 不不不 这个梦没看到时间 这个梦是他11月份做的 那么这个皇后乐队主唱的梦 和311的梦有几个共同点 第一个就是真实事件的发生 都是在他做梦15年后 而且呢 同样的内容会正好在10年后再次梦到 然后再过5年就发生 是这样一个节奏的啊 那么他还有一个预知梦呢 就是他梦到了戴安娜王妃的死 他做这个梦呢 是在1992年8月31日 而实质上戴安娜王妃的死呢 是在1997年的8月31日 全场5年 这又不是15年 还有就是呢 他在1982年的4月25日 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梦到日本一个摇滚歌手死了 那个人啊 他在梦里看到了 但他不认识 而10年后的1992年4月25日 日本著名的摇滚歌星 韦七峰突然离世 年纪26岁 他不认识啊 韦七峰是1983年出道的 他做这个梦是在1982年 好怪不得 是不是啊 这个呢 这个呢 正好相差10年 戴安娜这个相差5年 你两个相差15年 那么是不是都是5年为单位的呢 其实也不完全是 他的1995年的1月2号 连续做了三个梦 第一个梦啊 是他梦到神户的大地裂开了 这个也写在那个封面卡片下 这个梦后仅仅过了15天 1月17号 半神大地震 第二个呢 是他梦见自己呢 在2000年左右隐退了 这个 这是他自己的事情啊 他为了硬核这个事情 在1999年隐退了 第三个呢 就比较深了 就是他第二次活的事情 他梦见2020年 日本出现了一种未知的病毒 造成大范围的瘟疫 可是他这个书是2021年出版的 病情都已经出来了呀 不不不 这个是他在1995年梦到的 这个写在1995年 那个书里边 是吗 封面上没有 但写在书里了 就是他在1995年做了个梦 梦见了 日本在2020年会出现一种未知病毒的瘟疫 而这个瘟疫呢 在2020年的4月份 达到顶峰之后就消失了 这个部分 对对对 这个消失的部分和实际情况不一样 不过他这个梦啊 还有后半段 就说这个病毒在2020年后半段消失之后啊 10年后会再次出现 也就是说在2030年左右的时候会再次出现 这才是他完整的梦 所以这个啊 重比重还不知道 只重了一半吧 也就是这个2020年这个事情啊 让他第二次火了 可是没有消失啊 瘟疫没有 怎么说好呢 他是看到2020年的4月份的日本啊 有大的瘟疫 什么时候出现的不好说 但是他看到这个瘟疫 4月份过后就慢慢消退了 确实是4月过后好像好了一阵 好了一阵啊 然后再就看到10年之后又再次出现 所以10年之后啊 有点危险 而且啊 10年后这个时间点啊 符合我们在去年年初介绍那个太阳黑子周期 2019年2020年 正好是太阳黑子最低的时候 2030年的时候也是太阳黑子最低的时候 所以出现大的瘟疫啊 大的灾难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这一步还没完呢 这一步还没完呢 现在不是人都看到吗 那么除了我刚才介绍这几个啊 剩下的一些预知梦啊 都是他周围发生的事情 我们就无从考证了 比如说他遇到了 真的遇到了他梦中的人 他梦中看到这么个人他不认识 后来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一个印度人 还有两个看不懂的嘛 一个呢就是他在梦中啊 看到一张纸条 这个纸条的一个角上写着 99.8.2 写着这么多数字 剩下的内容他没看清 完全醒了 他就赶紧记下来这么个数字 什么意思到今天都不知道 有人猜测 99年8月2号又发生点什么呀 但是也没发生什么 还有呢 这是他出版了的还是 这个在封面上是有的 还有呢就是1995年6月12号 他做了一个梦 看到两个字 也是在纸上的 写着回击 这两个字他当时不认识 咱想了半年这读什么呀 就在那研究这读什么 然后就醒了 然后就把这两个字写下来 他后来问了一下才知道 回击这个词是有的 什么意思呢 就算有三回击七回击 就是说 哦那种 人死了之后 每三年每七年要做个法事 这个叫三回击七回击 最多要做到百回击 一百年了的百回击 他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反正这个词上写这么个东西 他说了他不是预言者 他只是做梦的人 他做什么梦 他就写什么 你们自己去研究去 我是不知道的 那么还有三个没发生的 这就很重要了 其实还是蛮详细的 一个呢就在1981年的 夏天的某一天 具体日子他不知道 为什么呢 他在1981年之前 记住梦的时候 都没有详细记住日子 后来他觉得他好像有点准了 有点这个事情要犯了 他开始写日子了 那么他就梦见早上五点多的时候 横滨那个地方发生海啸 他为什么知道早上五点呢 因为在梦里 他看到一闹钟 上面停在五点钟 做梦的时候 从来没有清晰的记住过时间 他能看见日子 还能看见时间 他为什么知道是横滨呢 因为他是横滨出生的 那个地方他很熟 发生了海啸 这海啸把他吞没了 他喜不得 就赶紧把这个事记下来 这个事情到现在没有发生 1981年 按照15的法则的话 就是96年 96年什么都没发生的 还有一个没发生的 是1991年8月20日 他梦到富士山发生的大规模 很多人在说 这个写的封面 按照15年的规律的话 2021年富士山应该爆发了 但是没爆发 估计就不会爆发了 就不中了 那是最好的 其实富士山以前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火山 只是最近不太活跃 按照日本有明确史料记载的 富士山火山喷发 在1707年之前 不到1000年的时间里 总共喷发了17次 平均每50年就喷发一次 但是在1707年最后一次喷发之后 就到现在没有喷发过了 已经过去315年了 所以日本现在觉得 它随时喷发的可能性 都是有的 而且这次一旦喷发 绝对是个超大 已经积攒了300多年了 日本人其实相对于地震 更怕火山爆发 因为火山爆发 有可能引发超大地震 这个地震一般都是一时性的 只要不引发海啸的话 房子只要能挺住就行 但是火山破坏性 一般是持久性的 火山灰飘在空中 可能飘半年 你每天都呼吸着火山灰 然后落在地上 植物都会死掉 动物粮食什么都没有了 这都是毁灭性的 就前两天 汤家那个地方发生火山爆发 那个国家一瞬间 电力网络全都没有了 整个国家就像从地球上消失了 人呢 人可能还在 就是什么情况 完全不知道了 后来新西兰政府派船去了 才知道 人大概还没事 但是海啸确实到了 加利福尼亚 到了日本 估计富士山爆发 也是一样的效果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 一旦爆发 人是毁灭性的 常年毁灭性的 他还有一个梦没有实现 就是他梦见了自己的葬礼 他只看到了月份和日期 没有看到年 是7月15号 是自己的葬礼 哪年不知道 还有呢 就是我们讲一下 这个漫画的封面 这封面上有个小女孩 代表作者本人 她现在是个老太太 这个小女孩这个动作 看似不经意 但其实是很有讲究的 日本漫画中 有一些潜规则 有一个呢 就叫左右眼法则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日本漫画中特别多 独眼的形象 卡卡戏 海啸王里边也有一只眼 当然这一只眼不是说 他就真的一只眼 有可能是头发挡住一半 或者有个面具挡住一半 这个封面就拿手挡住了 是吧 具体挡哪只眼 是有讲究的 因为两个眼睛 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左眼看到了就过去 右眼看到了就过去 所以一般挡住 左眼这种形象 都是有不可告人的 过去的这种形象 就是这个人一定有什么 非常耐人许位的历史 当这只眼掀开的时候 就要讲述他这段历史 是这样一个感觉 这个漫画叫我看到了 所以挡住左眼 只露出右眼 而这个右眼在流泪 就看到一个悲惨的位置 是这样一个法则 而2021年10月份出 这个完全版的封面 和原先那个版本的封面 很像 但是有点不一样 首先封面上的 这个1999个去 变成了作者的名字 这个变成作者的名字 解释说 就是说 因为增加了一些后面的内容 超过1999年 所以就没有写年份的 直接写了作者的名字 实质上 作者想表达什么 就是这个内容 就包含他 看到他死为止的内容 还有就是 新的版本里 这个女孩没有再流泪了 脸上的一个黑点也没有了 这没有了 就不是质 可能是伤口 他在那个311地震的预知梦中 看到自己受伤 脸上受伤 就是这个地方 可能是 大家这么解读的 肯定是他激光去致了 激光去致 然后呢就是手上这个手相发生了一些变化 多了一些线条 这就出来一堆看手相的人开始解读了 说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说法不移 大家如果谁会看手相 就帮他看一看 按照作者的意思说 就是我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的手相我发现多了很多线条 他就按照自己真实的手相给他画上去 没有在流泪吗 这眼含热泪的感觉 还有一个不一样 就下面有个红条 上面写着 真正的大灾难将会在2025年的7月份 这个也是他后来看到的东西 今天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这个龙树在1999年7月1号 出了最后一版 我看见的未来之后 仅仅过了4天 在7月5号 他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 他梦见他在空中 就是脱离地球那种感觉 看到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海上 发生了一个巨大的爆炸 这个爆炸把海底都扎裂了一个缝 然后从这个缝里喷涌出大量的岩浆 喷射到天空中 并且引发了巨大的海啸 这个海啸的巨浪高达上百米 而且他在这个梦里看到日本人穿着短袖 所以他判断的可能是在夏天 他做这个梦的时候 当时没有看到日期 那他做追加梦呢 做了 这个追加梦呢 发生在2021年的7月5号 他再次做到了这个梦 而这一次呢 显示了时间 2025年的7月 而就在这个时候 龙树似乎感觉到了 就是他那个还没有实现的 他的葬礼的那个预知梦 有可能就在2025年 75号 75号 也就是说他死于这个大的灾难 他今年67岁到2025年了 我应该是70多点 关键他做这个梦是在7月5号做的 所以有可能真是7月5号发生 然后葬礼是7月15号 那么这个巨大的海啸是什么引发的呢 他也不太清楚 他只是在空中看到的 但是按照他描述这个规模 就有人去推算 感觉最大的可能性还是陨石 如果一个直径超过一公里的陨石砸在地球上 就正好砸到那个海上的话 大概能引发百米的巨浪 再大点的话 我们就可能和恐龙斯同意命运 我们上次介绍了 落在俄罗斯那个车里亚宾斯科的那个小陨石 直径只有17米 就损坏了4000多栋房 伤了1500多人 你想一公里以上会怎样 后来还有人发现 说这个伊隆马斯克可能也知道这事 所以他拼命的研发 怎么把人送到火星上去 他不说嘛 要赶在2024年之前 把人类移住到火星 什么 这个事发生在2025年 马斯克应该是知道点什么 所以一定要赶在那个之前 那么我再说一个稍微提外的话 就是龙术出了这个2021版的 完全版的新术 某种意义上说是被动出了这个术 在2011年他火了之后 在2020年又火了一次 结果有一个人建了一个账号 一个推特账号 说我就是龙术 然后跟大家一直交流 这个账号他在2011年就建了 聊了十几年了 大家都以为他是真的龙术 问他各种问题都回答 后来在2021年 日本的出版社就找到了 这个推特账号的主人 说希望把它出新术 这个假龙术就说好的 没有问题 他也不要脸了 还写了一堆预知梦 这个书本来原定是要7月份出版的 结果6月份真的龙术给出版社打电话了 说我没有要出书 你们联系的谁啊 这时候出版社才知道真的龙术是个女的 而假的那是个男的 在日本的漫画作者都是这样的 不知道长什么样 不知道什么年龄 不知道住在哪 不知道是谁 这个龙术他怎么知道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书要出版 闹得沸沸扬扬被龙术的侄耳知道 他侄耳就说 咕你怎么又要出书呢 他说我怎么不知道呢 这个龙术完全不懂电脑的 他这个梦都是写在本上 觉得就靠笔 电脑什么手机完全不懂 他手机都用了是翻盖手机 觉得这样一个对网络没有了解的人 更不懂什么推特 那么后来出版社就联系了假龙术 假龙术说对啊 我是假的 不过他强调说我也能看到鱼之梦 而且看到和真龙术看到是一模一样的 那他都看过什么 就是真龙术看到一些他都看到了 那他有没有自己单独看到 他有单独看到了 他希望出版社给他出版呢 然后呢他说 我说跟龙术说没区别 我可以完全代表他出书完全没问题 那他有没有被判刑 没有没有 后来就说了 龙术就原谅他了 无所谓 而且龙术还帮着出版社出了这本书 就是尽快地把这20年的 这个鱼之梦整理一下 给这出版社 不然出版社就要丢大人了 就要告那个人了 所以这个龙术是相当善良的一个人 而且他在这个新的版本里边 就把他最原始的那个梦日记 都照着来了 贴在上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买一本看看 而且不贵的 就按照正常价钱的卖 他那个旧版要卖十几万 但是这个新版 内容比旧版还多 但是便宜 大家在买的话 他就常年就要在亚马逊第一名上 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这个预言影片也说了 人人都有可能有预知梦的能力 只是咱们都不记得没有记忆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尝试记忆 说明你也可以出门说 是吧 我看到了别亮 我看到了别亮 是吧 我也做个预知梦 你也做个预知梦 也是这种感觉的吗 就一周吧 就发生了 就我上大学的时候梦到我们家被盗了 然后还给我爸我妈打个电话 在家里打个电话说了这个事情 然后过了一周被盗了 就被盗了 但是小偷跟我家进去的路线 跟我梦到的有点不一样 那小偷是怎么进去的 小偷是在花园那个门进去的 我梦到是从厨房进去的 啊啊啊啊啊啊 这也是预知梦 其实她也说了 她预知梦和真实的场景 会多多少少有一点出入 但是大体意思的差不多 然后我妈就特别的后悔 说都打电话都提醒我了 对啊 但是你没有看到日期啊 具体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啊 就报警期正好是那几天坏了 然后物业是知道的 感觉就是 我懂你的意思 好吧